字幕 李宗盛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兩面素挪的組隊分析 先跟各位說聲抱歉 這部影片本來是要在咒術合作的第四週出的 因為我不想買禮包 而我們要等到第四週打完夢演後 才能拿到第二張素挪 但我那時候碰到了一點硬體問題 所以才會拖到現在 我本來很煩惱這件事情的 但我看到魔族賢者上修的資訊以後 突然覺得自己運氣很好 因為華光賢者上修後 會是素挪很重要的隊員 如果真的在咒術合作的第四週出片的話 組隊方向會比較狹隘 此外 新的魔族輪迴 也就是遲到大王卡洛 在素挪隊也有不錯的發揮 雖然說我好像沒什麼資格說到遲到就是了 先看到素挪隊兩設計 首先是這兩技 暗屬性或魔族應限制 全隊攻擊力10倍也會2.8倍 消除魔族珠石 全隊攻擊力4倍 每手下一組珠石會加1C 10C以上素挪2.5倍攻 再來是隊伍技 必然5秒 隊中沒有一個魔族能獲得2萬點護盾 因此護盾最大值會是12萬 無視燃燒與黏斧 進場池以及每回而末 會將全版天下為末租出 素挪的輸出無視連擊相當盾與攻擊盾 旁邊有黑白珠石 素挪能有額外的3倍口 隊中素挪的數量越多 獲得效果越多 2張以上池 會有全兼全100%的兼具效果 3張以上池 素挪的CD永久減易 且能吃到額外的3倍口 4張以上池 素挪的輸出無視固定連擊盾與敵人防禦力 而且它還有領域展開的特殊能力 滿龍刻時才能發動 會消耗一次龍刻使用次數 但不會消耗龍刻能量 會將全版轉為黑白珠 發動時以及每回而末 會將全版轉為固定位置的無數極心珠 黑白珠與轉版效果會在進入下一層數時消失 之後是羈絆劑 素挪有2條羈絆劑 第一條羈絆劑的解鎖對象是虎杖 手削自身角色鎖 自身對魔族目標有2倍的獵殺效果 第二條羈絆劑的解鎖對象是虎黑 手削自身角色鎖時 自身對人類目標有2倍的獵殺效果 這解鎖對象我覺得蠻逗趣的 完全把其他咒鎖當塑膠 最後是主動技 這套CD7 但特定條件效果會變成CD6 開技時能全補 隊長是暗屬性或是魔族成員時 還能刷新護盾 能在一回內讓我們有更新效果 而且這個更新效果是高級版的更新 它連固定扣血都能扛 像一級必殺這種也能扛 還能以所受傷害的1000倍 對敵方攻擊者發動暗屬性反擊 此傷害無視敵人防禦力強化盾 到了下回而 還能讓自身攻擊力6倍 並追打100%輸出的無屬性攻擊各一次 要注意的是 這招會被超高攻的無視減傷打穿 因為它本質上依然是更新等級的防禦型技能 並沒有到吸收那麼高級 不過這隊伍死血會在10萬以上 而且還有12萬點的護盾 因此其實很少會需要煩惱這個問題 隊長覺得自備2張宿諾就夠了 這樣子考慮佔有宿諾的話 隊伍總共就會有3張宿諾 改成自備3張宿諾的話 能用的解盾隊員會只剩2張 固定連擊盾對於宿諾來說其實也不難處理 先不說其他隊員如何 領域展開就會給你一個10C盤 因此絕大多數的固定連擊盾 其實靠領域展開就夠用 這也是為什麼 當初很多人在問說 要不要買宿諾禮包 我會直接回答 不用 的原因 然而 自備2張宿諾的規格 比起自備1張宿諾來說 真的高尚了不少 宿諾內建的3倍功很重要 沒了這3倍功的話 平坎會只剩300億左右 總共20根宿諾手指 其中有6根手指是比較有可能漏掉的 有4根手指是每週通關指定關卡送的 只要漏打1週就再見了 另外2根手指的問題比較嚴重 它要求你要有虎杖虎黑 但如果你是沒抽咒術合作的玩家 基本上你是拿不到這2根手指的 因此通常只會有一張宿諾 如果只有一張宿諾的話 我會建議直接讓他當隊員 自備單宿諾的隊伍規格真的蠻低的 以模組成就來說 這個新選項絕對稱不上好選項 宿諾的隊員價值我覺得算中上吧 全補在某些場合能救命 刷新護盾的條件也非常寬鬆 不像某張按摩黑金 要求自己當隊長才能刷新護盾 這個高級版的更新也能救命 更別說這套還有跨合的超高級傷 在隊伍不自帶追打的前提下 這張的疾傷倍率高達36倍 而且還能處理無屬級隊員俗性外部角 剛剛我有提過素挪手指的入手方式 就算是沒抽咒術回戰合作的玩家 也能拿到至少一張素挪 對於這些玩家來說 就把素挪當作是魔族牛棚的補充包吧 就像去年的數碼寶貝合作一樣 素挪隊長的抗性非常優秀 無視燃燒與黏斧就算 技術還超級高 手銷7C就能直接加到21C了 更別說進場時已經每回而末 還會將全版添加為魔族出 因此風化、凍結、石化等障害出 都能直接無視 解盾能力也算不錯 在自備兩張素挪的前提下 素挪的輸出能無視連擊槍的盾與攻擊盾 因此隊員不太會需要彌補抗性問題 主要處理素挪沒有內建無視的盾就好 例如N屬盾與拼圖盾 固定連擊盾我覺得不用特別靠隊員去處理 因為領域展開就能給我們一個10C版 我講的N屬盾其實是指無屬強這種情況 如果是單純的無屬盾 也可以靠靈域展開去解掉 素挪隊長技是硬限制 隊伍中只能有魔族或是暗屬性成員 但我偏好組全魔 原因很簡單 關卡成就如果是頭尾魔的話 我直接靠屎皇去解就好 屎皇的隊伍規格很高 今年初更開放的昇華 屎皇的問題在於他很需要靠紋龍去撐血 放了紋龍意味著解不了全魔成就 但如果是單純的頭尾魔成就的話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在介紹基本規格的時候我也提過 我覺得自備兩張素挪的規格 跟自備一張素挪的規格差很多 因此我在玩這個隊伍的時候 會以自備兩張素挪為前提 至於第三章我覺得就真的太多了 既然如此 我們會只剩下三個非素挪的隊員 這三個隊員的附加價值要夠高 以高附加價值的魔族隊員來說 第一個我會想要魔魂 這張卡一口氣解決超級多問題 防鎖、抗憤跟攻魂 效果1的盤面可以處理手跳動用減傷 效果2的盤面可以處理無數槍 不過這張卡有個小問題 就是他會把盤面上的魔族出移除掉 母母不管是效果1還是效果2 都不會給我們總族出 而素挪隊長技要求消除魔族出 才能吃到額外的4倍增傷 所幸現在環境有不少隊員能解決這個問題 最直觀的選項是1x8瘋王 他的技1就能直接處理了 剛剛我提到的吃到大王卡洛 技2也能轉出魔族強化出 更別說卡洛機2還可以配合領域展開 直接處理無數強化盾 這樣就可以分擔母母的壓力了 還有一個比較不直觀的選項就是靠羈絆劑 斑與果樂兒的羈絆劑 都能讓自身的角色珠被視為魔族出 一窩座的價值也很高 我覺得這招的設計真的很棒 GD7的雙效二選一技能 但他的效果2 我覺得不適合素挪隊 所以這邊只會講效果1 效果1會給我們一個有無數強化珠的定盤 再送我們首削二削以及改變首批弱出的效果 首批弱珠會被改為水魔族強化珠 因此不用擔心魔族珠來源的問題 在素挪隊單開就能打快很便宜 再來看到處理拼圖盾的選項 在前言中我有提到 滑光賢者在上修後會是素挪很重要的隊員 因為他可以讓全隊模組無視拼圖盾 而且這招是CD6的跨兩回合效果 來看一下現在的滑光賢者主動技有多好用 這招CD6而且是跨兩回合的效果 能電擊敵方全體 並讓敵人轉為光屬性 效果持續兩回合 此外他還能在兩回合內 讓光屬性與魔族成員的輸出 無視拼圖盾與敵人的防禦力 再送我們全隊兩倍攻的效果 不僅如此 隊伍中只有魔族成員的話 跨回合增傷的倍率會提升為3倍 對於全魔配置的素挪隊來說 就是全隊無視拼圖盾 素挪隊伍高度極上於素挪身上 其他成員打出來的傷害 相較於素挪來說會低很多 很有可能會碰到打不死敵人的情況 然而 之前無視拼圖盾的模組 無一例外 都只能讓自身的傷害無視拼圖盾 例如我剛剛提到的 一邊八風王一臥座 滑光賢者不僅能解決這些問題 更能帶來很多的附加價值 以單打點解頓卡來說 他有一張很優秀的選擇叫做烈拉星 這張是最新的競技場兌換卡 他主動技CD6 能解除魔族成員的休眠狀態 還能在3回合內 開技時以及每回合末全補 再讓自身有4倍攻 且輸出無視指定減傷抗性能力 還能讓自己的輸出在擊中敵人 讓敵人身中無限回合的獵毒狀態 而且他只有解除休眠的效果跟魔族有關 其他效果都有不限對象 因此很有可能看到他去其他隊伍打破 在魔族隊的價值就更不用多說了 剛剛我提到的幾個定盤選擇 都不好處理手消動檢查 而烈拉星恰好能解決這個問題 讓他裝備邀請環的話 主動技的擊傷倍率就會提升為9倍 再來發動烈拉星角色珠的話 擊傷倍率就能到18倍 不過這樣子的輸出還是很不夠 就算發動角色珠也只能打100億左右 因此會需要配合其他的增傷 我剛剛提到的一邊八方王就是耿棒選擇 他的G2配合技能提供將近5倍的增傷 配合龍克就能打破千億了 不過講真的,術挪隊伍的傷害結構 是高度擊傷於術挪身上 隊伍本身的輸出倍率其實不算高 不考慮武裝龍克的話 術挪內建18.75倍擊傷 更別說他的主動技也是效益超高的擊傷 因此平常輸出不成問題 但像烈拉星這種自身破盾型的角色 單開技能打出來的傷害其實會很難看 常常要配合其他的高倍率增傷或龍克 當初的一邊八方王其實也有一樣的問題 G2只能讓自身無視冰毒盾 因此常要配合其他的增傷技能 不過水火木魔族的選項會比較多 因為水火木原魔的技衣 是效益超高的增傷技 但僅限於自身屬性 以烈拉星來說 靠雜主動技配合木原魔技衣 其實就能打破千億了 因為木原魔技衣可以帶來最大10.5倍的增傷效益 更別說他還有附加價值不低的G2可以用 最後補充一件事 如果你是非常喜歡速挪這個角色的玩家 在推薦隊員中還可以多考慮一張卡 叫做浮黑會 他的技能組也蠻適合速扭的 不像浮黑會的技能組 在五條物隊伍有極高程度的浪費 我有提過我對這個隊長的定位 對我來說他就是個解全魔成就的選項 因此剛剛在介紹隊員的時候都只有提到模組 今年的主線劇情跟模組有高度的相關 不管是我方還是反派都有大量的模組角色 MH也出了不少相關的卡片 而且整體的平均數值很高 在模組牛棚持續強化的前提下 速挪的隊員選項也會日益增多 畢竟現在的速挪隊其實蠻吃牛棚的 但反過來說 也會有更多的模組隊長選項 以上就是我對速挪組隊的想法 下部影片的主題會是 下游結的組隊分析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中文字幕 specifi 中文字幕請